今年第七号台风哈吉贝在今天下午2点行程 气象局预估在晚间的11点30分针对台湾海峡 巴士海峡跟东沙岛的海域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 但是因为哈吉贝未来路径偏西 可能会从中国大陆的广东福建沿海一带进入大陆 那么对台湾本岛影响不大 倒是外围环流可能会先为台湾带来明显的雨势 今年第七号台风哈吉贝下午2点正式成行 目前距离台湾尔兰比大约是在西南西方440公里的海面上 预计它未来24小时是会以每小时8公里的速度向北移动 原本位南海上方还是热地亚的哈吉贝 因为威力持续增强距离台湾又相当接近 成台后预估未来走向江潮大陆移动 对台湾本岛影响不大 不过海面上就要警戒了 它的移动方向跟路径没有太大特殊的变化 那气象局预计在今天晚上11点30分就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东沙岛海面台湾海峡南部 甚至于台湾海峡北部以及巴塞海峡 这些海域都要特别注意它所带来的风跟浪 深夜海警就会发布 不过由于台风路径偏西 本岛还会不会跟着发路径 很难说 因为它目前的移动路径还有一些变化 而且事实上它现在以及过去一段时间 还是有一点像近视自流打转这样的现象 所以我们会随时观察 一旦有需要发布路上警报提醒 我们一定会尽快提醒大家 但不管台风来不来 东南部和南部都要提防外围环流 可能带来的局部大好雨 中部地区也要小心大雨等级的降雨 最要当心的是澎湖 金门 马祖 三个最靠近台湾的外岛 气象局提醒 接下来海面风浪将逐渐增强 在台湾海峡附近作业的民众得格外当心 优电TV 林华吴登丽 台北报导